大家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功夫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面相的案例 有人说这是他心目中富婆的形象 这个说的不无道理 面相整体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面骨圆润 五官开阔大气 再加上也不是精致 所以说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面相特点 那么从骨相肉相来看的话 是骨为羊肉为阴 那么稍显肉多于骨 偏营养质 那么肉多于骨的人 营养质的人一般 是有福运的一种面相特点 不管是手相还面相 营养质的人一般是福运深厚 但是我们说能想清闲 营养质是比较有福气的一种面相特点 那么对于女人来讲 也是阴阳得配 所以整体的面相格局还是不错的 下面我们从具体的三婷和五官来看一下 首先是上婷 上婷额头 额头饱满 盈润 有光泽 而且额头高的人一般非常聪明 好学 人生起点不低 再加上发际线起整 早年能详祖音的庇护 只是说在这个腹脚 腹脚 腹脚 腹母脚是在额头两侧上方 那么腹脚建一些毛发的侵扰 相对来讲 母脚 它这个更加饱满一些 所以跟母亲的缘分深厚 跟父亲的缘分稍浅一些 这是特别是人到中年 自身到了中年之后 要多关注一下父亲的身体健康 这是一个 那么眉毛 眉毛是非常的 眉形非常的不错 眉浓而不散的人 眉头为凌云 眉尾为彩霞 代表智慧和感情 个人聪明活泼 而且在感情方面也是相对顺畅 相对顺畅 相对圆圆的额头人来讲 一般的姻缘会来的比较早一些 比较早一些 桃花也是属于这种桃花旺的体质 那么眉尾也是福天仓 眉尾福天仓很有气势 出成就比较早 跟姻缘来的早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会领先同龄人一步 眉眼得配 眉眼的弧度还是不错的 田宅工程 靠山和根基就容易稳定 所以说青年时期 不会有一些动荡 会说有稳定的居所环境 而且田宅工程的话 人到中年之后 在投资方面 会偏向于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丰厚 这是田宅工程 田宅工程 顾名思义 就是有稳定的居所环境 而且眉眼的间距 如果是比较开阔饱满的人 一般做事 也是能够放得开手脚 不会说是像一种 形成眉压眼的态势 那就容易固执纠结死板 很难打开人生的格局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种面向特点 那么眼睛非常的圆大 而且偏长 眼睛大的人 一般个性稍显急躁 但是女主有这副眉毛 来遮挡一下眼睛的能量 眉长能够覆目 眉为目之滑盖 所以说能够遮挡眼睛的能量的话 就是眉眼得配 但是本性来讲 从青年时期 还是个性稍显急躁 而且这个也是在像术里面 也是称为孩童眼 孩童眼 人一般个性天真 而且后发问 很容易招了一些年龄大的假桃花 这点是在个人的因缘方面 需要多注意的 那么我们到中年看 这个鼻孕 鼻高龙有气势 高龙鼻头有肉 鼻头烧尖 略显精明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注意全股 非常的饱满 盈润 保满 这个说明 贵人圆 周遭的助力还是不错 鼻为中月 全股驾驭辅佐的话 中年运势还是比较稳定 只是稍显 稍显在钱财方面 有一些略显精明和小气 这个鼻翼紧收 鼻头尖的人 一般个性 在钱财方面 有一些谨慎 这也说明 在婚后善管家财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一种面向特点 那么当然 在人员方面 在钱财方面 还是有一些 稍显吝啬 那么 唇含而不漏 唇含而不漏 唇呢 最好不要凸出来 跟吹火口一样 吹火口的人 就容易 一些抱怨 负能量比较多 像这种 唇含而不漏的人 一般 有诚服 有耐心 言语知进退 不会得罪 不会轻易得罪人 特别是在言语方面 他善言而不多言 有些事情 他会见机行事 并且在言语方面 能够知道 该说的话 不该说的话 他会保守秘密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存型 那么到下吧 这个奴普工稍弱一些 再加上有一些 鼻头无家人中 跟子女的缘分稍浅 晚年运势倒是一般 这是整体的一个面向分析 如果是有空格 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